葬的随从队伍陪同下,一个六岁的男孩和他的母亲一起,从圣经老家向北京进王。 男孩,名叫弗林,是大清王朝的顺治皇帝,此行的目的地是他们在北京的新家,紫禁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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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半部分使皇帝处理日常任务和帝后嫔妃的生活场所成为内庭。 紫禁城的总体部署就是这样,用若干条纵深的轴线来安排这么多的建筑。 那么这些建筑呢,都是用月落的形式来展开的,每个月落当中呢,都有成组的建筑。 每个、每个 estan工坏,每个总体中一位每栏每栋供,都有树、有丑、有正、有配。 他就是这样用这个建筑的手段,来表达封建社会,封建理治,所表达的那种等级和秩序。 传说中 玉皇大帝的紫威宫 一共是一万间 而人间的紫禁城 一直流传着宫殿 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说法 事实上 在长达五百多年的时间里 紫禁城一直在变化着 根据1973年故宫专家的调查 紫禁城现有的宫殿是八千七百零四间 有人认为 当年顺制地初次见到的紫禁城 也许并不完整 因为 比他早几个月进京的摄政王多儿滚 在给顺制皇帝的奏报中写道 李自成烧回宫殿后逃走 李自成确实放火了 那紫禁城整个这个紫禁城 受到什么损坏了 这个实际上清代人自己有一个定位 乾隆朝修订了日霞旧文考 就明确说过 紫禁城宫殿是因圣朝之旧而真主我损意之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对紫禁城的修缮 都是在明代建筑的基础上来进行的 这就反过来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紫禁城宫殿没像传说的那样 因为李自成而受到那么大 顺制皇帝是在黄吉门 也就是现在的太和门等得及 顺制二年 中州县上的宫殿 被一一修复 重新命运 这是改朝换代 在建筑上最直接的期限 黄吉殿 改名为太和殿 中吉殿 改名为中和殿 建吉殿 改名为宝和殿 对于当时尚不稳固的新政权来说 一个和子 包含了他们对天下和平 军民和谐的未来最迫切的期盼 从此 紫禁城的匾额上出现了满文 顺制皇帝 寒冷的冬夜 太和殿西侧的御膳房突然燃起了火光 大火一路蔓延 两小时后烧着了太和殿 几天后 引起这次火灾的六名太监 被处以绞刑 此后 太和殿在长达十八年的时间里 始终是废墟一片 在这段时间里 年轻的康熙皇帝 在残缺的紫禁城中 忙于指挥各地征战 稳定通知 十六年间 他相继平定了 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叛乱 收复了台湾 还打败了入侵的沙俄 签订了清王朝对外的 唯一一个平等条约 中俄拟不除条约 直到康熙三十四年 天下太平 此时的康熙皇帝 终于可以腾出手来 重建太和殿了 但是 这次修复 却遇到了最大的难题 太和殿上一次重建 是在明朝天启年间 此时已经过去六十九年 人们不知道太和殿确切的建筑比例与数据 当时 爱读书的康熙皇帝 亲自查遍书记 结果 令他非常失望 一位叫梁九的人 令这件事情有了重大传记 当时 以年于古稀的梁九 从明朝崇祯年间进入工部 已经在工部工作了四十多年 根据梁九传记载 当时 梁九按照十比一的比例 做了一个太和殿的木模型 就靠对这座模型组建的放大制作 完成了太和殿的结构搭建 令人称奇的是 放大出来的每一个木件 安装上去都能严丝合缝 分毫不差 让后人感到幸运的是 康熙三十四年 这次重建太和殿的 所有材料以及尺寸 被详细记载在 太和殿记事这本书当中 这是关于太和殿修建的 唯一一份详细记录 对于今天即将进行的 太和殿大修 这本书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康熙三十六年 太和殿落成 盛大的落成仪式正在进行 这不仅是一座宫殿的庆殿 更照示着一个新的盛世的开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紫禁城的核心 也是紫禁城整体建筑乐章的高潮部分 它的一切设计都为着一个目的 就是把至高无上的皇权 轰托到极致 太和殿曾经是北京城最高的建筑 从庭院到正极高三十六点五七米 相当于十二层楼房的高度 太和殿也是紫禁城中最大的建筑 面积大两千三百八十一平方米 相当于半个足球场那么大 它的长宽比例正好是九比五 代表着九五之尊 太和殿与身后的中和殿 宝和殿一起构成前朝的主体 人们习惯称之为三大殿 紫禁城的建筑很多地方都与九这个数字有关 九为最大 体现至尊的含义 像大门上的九排九路门丁 房檐上的九个走兽等等 然而 对于太和殿来说 连最大数字九都不足以表达它的尊贵 因此在它的屋顶上出现了十个走兽 多出来的这一个叫 杭石 在中国所有古建筑中 仅此一例 太和殿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木质结构建筑 在这个号称世界之最的杂殿里 布置却相当简单 在基台的烘托下 皇帝的宝宝